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场比赛之前 我给你两条路选择 第一条是带着85万离开现场 二是向我们的百万大奖继续挑战 但是你很有可能失去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你选择哪个 我选择继续 这道题的题目很短 但是并不代表很简单 请听听 人体共有多少队卢神经用 A 十八队 B 十六队 C 十四队 D 十二队 请给出你的答案 请让我想想 好 护士小姐 不好意思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前面走廊镜头右拐就是了 谢谢 小心 我选D 向天 你可别忘了这是倒数第三道题啊 万一你答错了就功亏一篑啊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就是D 坚定 恭喜D 答对了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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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现在数数率一路暴涨啊 哇 这文向天台真有两把刷子啊 你不别忘了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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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总 找题 给我找最难的题押的 可 废题库里的题都用上了 我不管 你们想办法 用一切办法把它给我搞下去 可是 天生幸运儿决赛 已经进入到最终阶段了 文向天已经闯过重重的难关 有望问您最终的奖项 据悉 这道题至关重要 如果你能答对的话 那你比百万大样 只有一步之遥 请听听 管弦乐族曲 图画展览会 是俄国作曲家 穆索尔斯基的重要作品 乐曲 是由与图画有关的十首小品综筹 请问 其中 第九副图画的名称是什么呢 这什么迫切 谁知道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拿起 别滚哪 还有两题呢 对不起 我们愿意的规定 九点以后就不能看电视了 不好意思 谢谢 护士 护士 我挂个急诊 赵丽 我们有四个答案 A 李末日的集市 B 鸟厨的舞蹈 C 鸡脚上的小屋 D 杜伊勒里公的花园 请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选C 鸡脚上的小屋 你好像很有把握呀 这首曲子是我父亲最喜欢听的 那你应该感谢你的父亲 因为是他帮你选了正确的答案 老歇啊 你病刚好 早点回去休息吧 别在这儿跟我哗了 夫人 没事 我答应向天要给他加油的 连你也支持他 我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 向天小的时候啊 他爸爸到时候支持他 鼓励他 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 可是他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不能这么有着性子 伯母 谢伯伯 白小姐来了 你陪着夫人在这儿看吧 夫人 我回房间去看 他妈 现在收视率已经过百分之十了 那最后一提是不是要出栏题 这还用问 明摆着什么题都难不住他 出最高一档的题 向天 你离你的梦想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是实现它 还是带着遗憾 离开这里 弟弟 你怎么看呢 伯默 向天上这个节目 他肩上weave的东西 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多 他在追逐自己的爱情 请听听 医疗上常用的呼吸机 是一种能代替正常生理呼吸 增加肺通气量的装置 请问它的发明者是谁 A 沙利文 B 艾尔姆 O 奎斯特 C 雷内克 D 戴维 请选择 向天 你照顾过病人吗 小岁 小岁 我 求求你幸福也好吗 我现在什么事都不想做 只要你好好的 只要我们能踏踏实实在一起 我一辈子守着你 昌天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选择场外求助 她是为了钱小岁 你一开始就知道对不对 弟弟 你干嘛纵容向天 去追求另外一个女孩子啊 她可是你的未婚夫 博姆 我跟向天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可是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您知道 爱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吗 向天为了小岁可以放弃一切 如果我跟她结婚的话 我们俩都不会幸福的 那她也不能跟钱小岁在一起 伯母 您没有发现 向天从超市回来以后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吗 她变得体贴 变得平易近人 而这些 都是小岁带给她的 她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要的 向天说过 我们都是被操纵的傀儡 唯有这一次 我们有了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 向天 我建议你换一个号码 如果你 还是打这个号的话 它会不会再无法接通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将错过这最后的机会 我没有别的号码可换 我只有这一个 好 请连线 请 结果不出所料啊 现在又只能靠你自己了 今天我提示你一下 你现在时间不多了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答案 我建议你 求助场内的过程 我是知道答案的 我前面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这个时候 为了等待 这个号码接通的那一刻 完了 小四肯定没看电视了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没关系 幸好还有一段了 真棒 先生 我都说了 不能看电视了 我的大姐 还有最后一点了 让我看完了吧 这有什么呢 这有我们院有规定的 这有 大姐求求你了 马上就完了 你瞧多好看哪 你不是什么 你去往这儿了 梓天哥 你怎么来了 跟我来 想天我 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要么你回答问题 要么你选择放弃 你有没有被在乎的人 努力做过一些事 有没有什么事 是你最想要 最喜欢的 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很想争取的 就算拼了命也不在乎 对我来说 就是现在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吗 答案就在这个号码里面 因为这个号码的主人 就是我最爱的女人 不过她现在离开了我 我要找到她 她到底怎么了 你等一下我 我还没取药呢 我帮你去去 在这儿等我 别走开啊 她倒说你上这个节目就是为 找到那个女孩 护士 护士 我这病人家属 马上问一下 能不能把咱这电视机管了呀 这病人都没法休息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别的办法 她最喜欢你这个节目 找到她 就是支持我闯到现在的唯一理由 她让我明白到 在乎一个人的感受 让我明白到 为了在乎的人努力 是不求回报也会快乐的 我想为我在乎的人 继续努力 收视率上升百分之三了 林漢天这句话 提高了百分三的收视率 我 会不会怎么办 再给她三百分钟时间 林漢天有个好消息 节目组决定 再为您一个号码等待五分钟 又有希望的现在 哎 林漢太早 林漢天听不到电话怎么办呢 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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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漢天 在等待的过程中 你能告诉我吗 那个让你苦苦寻找的女孩 到底是谁吗 她叫钱小碎 哎呦 你怎么给关了 这么精彩的是不是 怎么又给关了 不好意思 有病人家属提意见了 不是 咱关上门不是得了吗 你要我进去 林漢天 林漢天 花结蛋你都没拿 你怎么需要啊 怎么了 那你觉得你怪怪的 有吗 好 你去歇着吧 剩下交给我了 那我先去被冯淡妈了 哎 谁允许你增加节目时间的 立刻给我停掉 收视的怎么样 跑得一塌糊涂 你这样的身份 来上我们这个平民节目 那究竟那个女孩 那个钱小碎 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在一个广场主持节目 节目结束后 有一个人拿着提货单请你签名 还追你的车 摔了一个跟头 那那个就是你啊 那 你说的那个朋友就是 陈小碎 他把得到你的签名 当做他最大的梦想 这个就是吸引我的地方 他的梦想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很快乐 同样呢 他教会了我简单的快乐 我在他身边 只是阿玉 一个失了意 但是活得很快乐的傻瓜 大妈 哎呦 这么晚了该睡架了 别停了 我这胳膊还是有点疼 听听啊 姐妹儿 兴许能好点 你帮我调调 那说好了就听一会儿啊 小碎啊 你可真是救了大妈一命 你说大妈我怎么谢你才好啊 好了 其实我更愿意做阿玉 因为她的人生 是从遇到这个叫前小碎的女孩开始的 是小碎教会阿玉等的如何去爱 等的在生命中最重要的 其实并不是亲 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她教会我这么多 可是我却伤害她 用一个从头到尾的谎言 用一个阿玉的身份 从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起 阿玉就不是真的阿玉 而是一个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 不惜放弃一切的闻向天 我无数次想跟她说出真相 可是我不敢 这种感觉 就像你现在一样 每道题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知道她暗了 可是你不能说 都憋在心里 于是我一直安慰自己 只要能和小碎多待一天也好 那个我 骑着三轮车 她趴在我背上 为我吃冰棍的情景 要是能够再重现一次 那有多好 我怀念 我们两个人身上 一分钱都没有 两个狼吞虎咽的赤虎烧 我怀念 我们一起去福利院 去看望孩子们 现在我才发现 我的生活当中 到处都是她的影子 她已经不知不觉地 成为我守卫中的一部分 你对我这么好 而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了 可是你每次都是笑着跟我说 你下次不要再骗我 你永远都是笑着 每当我后悔 内疚 害怕你从此不会再理我的时候 你都会走过来 轻轻拍我的肩膀 抱我一下 你还是会在乎我的一切 你那种宽容的笑容 反而会令我感到更加的自责 有一天 当她发现我的身份 她宁愿相信自己在瞎想 宁愿相信 眼前的阿玉是不会骗自己的阿玉 我看见她 努力地编出各种理由 去说服自己的样子 那种感觉 就像把刀一样在挖我的心 你就是这么善良 你就像天使一样 在我生命中出现 你是我该用一辈子去爱的女人 可是我没有好好珍惜 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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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入率已经上到百分十五了 宣布节目结束 向天 时间已经到了 游戏是有游戏的规则的 你也应该给你自己的努力 画上一个句号 请你给出最终的答案吧 回答证据 向天是第一个获得百万大奖的人 但是他也是第一个获得奖 却没能实现梦想的人 祝福所有有梦的人 但愿你们的梦都会成真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护士小姐 电话请我一回事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急剑室的电话 不能关键 我求求你了 我有急剑 你拿我打个电话行吗 不行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打一个电话就行 我求求你了 我就打一个电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怎么了 九岁 护士 护士 护士在找我 我听见了 他在天生情缘儿节目里面在找我 子天哥 你可不可以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我打个电话给他 我也给他打电话 小子 你别再傻了 他 向天不是真爱你 他就是在做秀 你明白吗 不会的 他这次不会的 你忘了他让你吃了多少苦了吗 你怎么还会相信他 你醒醒吧 我就一个月 每一天都在想着要忘记他 可是我觉得根本就做不到 如果我这次还要骗自己 我还要恨他的我 我一定会不会一辈子的 我真的 小崔 你听我说 听我说 不要为一个不爱你的人付出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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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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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这位气 对不起 是 他什么事 操作 我 不应该不会传ج 是 那 我 又 我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 好 好 吓人 我 好 我要 小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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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岁是你吗 小岁 小岁你在哪儿 我来找你 小岁 你可当傻瓜了 小岁 你可当傻瓜 小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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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怎么这么忙的事 你一直知道 向天对那个女孩贼心不死 对不对 爸 把你手上的戒指摘起来 这戒指 是你妈妈带过来的嫁妆 你根本就不配戴她 我满心欢喜地 以为你会成为门家的媳妇 可到头来 你却骗了我 骗了你妈 站起来 爸 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了 站起来 我根本就不爱向天 你其实一直都知道 我爱的是谢子天 我就知道 你还是忘不掉姓谢的那个小子 可他跟向天比起来 他就是个杂碎 我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 为我好 为我好 现在向天已经把公司都给你 你还想用我换什么呀 你胡说八道 如果不是向天上节目的 我想我永远不知道怎么投赖 你给我归好好的命令 现在好了 没有人可以变我了 就算谢子天是一个实恶不舍的坏蛋 就算我爱她会下地霉 我也心甘极愿地接受 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你只是想抢走属于向天的一切 而我对于你来说一文不迟 姐子天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 你来了 你找我来干吗 看你失败的样子吗 你笑什么啊 现在向天跟小碎已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你的阴谋 你的处心几率全部都白费了 你在开心什么呀 谢子天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真可怜像个小丑你知道吗 你到底在伪装什么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面对现实 你被文向天打败了 你什么时候能地看不及 你这么好 在那里再看一遍 我闹了 你才在岁月 常在那里 我闹了 为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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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QQ 开玩笑 感谢观看 你就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